把这专案建起来啦 你只要注意一下 在上面有一个这个专案的时候呢 记得用Other 里面的话这个是Jungle的 那如果说你要上个学期的是用Python的那个专案 就是一般的比较基本的 所以一般还是建议你可以循序渐进 如果你要学Jungle之前 建议你可以先学把Python先学好 因为Jungle其实就是一个网页 一个网站嘛 那你的网站相对的复杂度一定还是比较多一点 就是说你就不可能只专注在程式部分 OK所以前面入门课程主要是教你怎么写程式 那这个学期的话 主要就是你把你写的程式 再放到网页上面去 也可以让别人跟别人一起互动 可以使用就建一个server 伺服器在那边 那只是说那个难度相对的会比较高 等于是说在原来的基础之上 再加上一些东西 那今天的话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我们的那个 那个Edge的部分 这个这个部分我们好像有 其实当然以后记得就专案 里面记得就是new一个 所以你就先再来就是要建一个什么 建一个application 那我们比如说建一个myapp 你可以这边建一个myapp 然后按OK 记得把他的名称加进到这边 他有加进来之后的话 在这边一定要把它写进来 他就认得了这个application应用程式 那再来的话呢就是什么呢 views 把那个你要写的程式写在views 所以我们后面就是写一个什么呢 定义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的年纪Edge的一个 define一个Edge的一个自定函数 那你会从网址列那边传一个东西过来 那就一个一定叫request 一般习惯的 如果第二个参数叫Edge 那这个Edge可能就是多少税嘛 那我们就是传过来之后 它是一个自算把它转成整数再做判断 接着再输出 那UIL部分的话呢 就是主要是这个views跟UIL搭配 那UIL你就是要这边要加一个什么呢 我的网址的里面是一定是Edge 比如说我的网址后面加一个斜线 拿Edge 然后在一个斜线后面的话呢 就传递一个年纪 OK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跟这边是互相搭配的 如果有一个地方没有搭配好 那就会出错 最后执行的话呢 把它按右键 这边有个runs 其实这边run 或者你上面这边也可以 我是觉得按右键这边执行 好像比较简单一些些 然后呢 你就直接把它点下去之后的话 它会把这个server给run起来 run起来之后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看到那个 这边一样告诉你 它的IP位置是用那个localhost 那我们就把这个位置呢 复制之后的话 再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Chrome 习惯用Chrome 把这个网址贴上 那其实你就要比对一下哪些讯息呢 第一个就是 因为我要的网址 所以这个网址 其实就对应什么 对应这个UIL的这一个 所以其实你可以这样比对 这边实际上R指的就是这一串 R有没有 那后面这一串的话实际上就是我要加一个H 所以这边加一个AGE 然后再一个斜线之后意思就是说 后面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数字给我 W的话是一个数字 OK 那这个数字假设是20岁好了 20 那我就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东西 UIL指的就是网址 里面你要做什么样的参递传述 所以应该可以看得懂这个逻辑 所以你只要这个逻辑搞清楚的话 那这样子应该 我想就会比较清楚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 就是说我觉得这东西 只要观念清楚 以后你要做什么逻辑的使用 应该就会比较简单了 这个时候的话他会做什么呢 他就会丢两个参数给我们 一个是H 一个是20 那谁要去接呢 特别注意 接的就一定要透过什么 views 所以这个UIL有点像我前面的网址 views是后面的程式 应该可以看懂那个逻辑吧 反正这个 因为会写的人其实蛮简单的 对于初学者或者对于网页设计网站的规划 比较没概念的同学 这个就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用那个图示 再来的话呢 我就按一下Enter 这个时候会怎么run 你会发现他会把结果告诉我 他是你输入的年龄是20 那你是7年 那里面的话呢 你想这个地方的话呢 他其实是会变动的 他会根据你输入的年龄 产生你要的一个结果 所以如果今天我改了 比如说这边改成60好了 Enter 他会出现状年 有没有 这边跟这边会改变 也就是唯有两个地方会改变 那为什么会改变 其实接下来就是 你要去观看这个的为什么会改变的原因 其实是跟Views有关 所以Views把它切过来一下 那你会发现我们的Views里面 就是刚刚这一段程式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呢 我把相关的参数丢过来 他的运作情况是这样 第一个 请各位看一下 他这边呼叫H H UIL就找到之后的话 他就会找到他对应的 所以你URL里面 有一个叙数告诉他说 如果他指向的是这个网页的话 请你帮我执行这个Edge 那这个Edge 实际上就是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Views里面的这个Edge 而且请注意 上面因为我特别强调 他一定会 from什么呢 from myApp里面的Views 里面会有一个Edge 实际上也是指这一个 这一行一定要去 我们前面写这一行的时候 其实是自动Import的 本来这一行 这个Edge我把它拿掉了 假设你写 记得就是说 自己要Key一下 我的习惯是自己Key 为什么要自己Key呢 因为他会自己抓到 这个Edge之后 你把这个点两下 他会自己怎么样 帮你Import这个东西 意思就是说呢 他抓到那个网址之后 再去买App里面的Views里面 找找看有没有这个Edge 有 OK 他就会去利用这个Edge 去帮你做事情 那做什么事情呢 实际上就是 他把这个传给Request 这个传给Edge 所以你会用这种方式去传递 传递引数 传过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要针对这个60 去做判断 所以我就要把这个Edge做什么 把它做逻辑判断 不过特别注意逻辑判断这里 因为它丢过来的东西 这个60会变成这样 60的字串 因为在URL传递的时候呢 只会传递字串 不会传递那个数字哦 那数字跟字串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所以在Python里面非常强调这一点 不过VBA里面没有 VBA里面 反正你传给它字串 它看到要比较的话 它自动帮你转型 但是Python不会帮你转型 所以你会发现呢 我在这边底下有一行 这个东西转型 如果你这个没有做的话 那可能就会出现 它没办法做什么 大于等于小于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把这一行注解掉的话 那把它save之后 这个地方会出现什么错误呢 其实把它再重新 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你会发现一下 Type A 还有没有 Type就是指的是资料 资料形态嘛 资料形态意思说 你应该要给我是一个数字啊 你怎么给我一个 给我一个字串呢 一个文字啊 你给我一个文字 那我要怎么去帮你做 那个大小的判断呢 就像说你写国字的1234 你说国字1234 你要叫人家判 所以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的话 只要你看到Type A 而且你会发现 它其实还蛮贴心的 它底下还会告诉你 这个东西如果你看不懂的话 那你可以再看一下下面这一行 它说这个东西哦 有没有 它遇到这里的时候 跑到这里的时候 它会出现说 你给我的东西 怪怪的 在这个东西 你给我这个H 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四串 可是你要叫我比对 我没办法帮你比对 所以它底下 也有跟你讲 Not the support Between instance of string and integer 就是这一串的意思 所以这里 假设你细部去看 我想你应该 蛮常会看到这些东西 不过各位也不用 因为我们前面 我做的时候 很少看到这个东西 主要是我 我比较会注意到 避开这些东西 但是你看到这东西 你也不要觉得很奇怪 这东西其实就是告诉你为什么 所以你要学的 还要看到这个错误 要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做最后的结果 你看到那个完整的结果 其实背后都看到很多次这个 只是说 我可能有时候 不会特别把这个东西 拍照放上去 所以这地方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 你就要知道原来是什么 所以你要把它转成INT 那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 在这边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转型 这样子的话 它底下程式就不会错 并且它会把逻辑判断完 因为我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60 这边把它save一下 然后这把它重整一下 OK 结果就OK了 所以 当然这需要很多时间 坦白讲像Jungle这种课程 你不花时间学习 要真的把它学好还蛮困难的 甚至我比这个难度一定是 比VBA还要来的困难太多了 因为VBA它顶多就是一个e-sale 秀在e-sale 还能秀在哪里 所以很多人说 老师我想要拿VBA来架设网站 如果可以 当然不行 VBA就是弄在e-sale里面 那他说 老师那VBA可不可以写成APP 当然也不行 VBA主要原因是因为 VBA它其实很单纯 就是e-sale 你如果要用在别的地方 很抱歉不行 Python它是可以很多 多个地方 但是问题 像如果你要做在网页 就要配合Jungle 那如果你要放在别的地方 你可能就要用别的套件 它有别的可能相关的 那个framework框架 可以让你去使用 所以基本的东西是一样的 Python的基本语言 是我们上学期学的 那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们下学期 就是叫Jungle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就是把上个礼拜的部分 先重点回顾一下 我把这应该讲得很细的啦 这细节其实有些东西 书里面可能也不会讲那么细的 我主要是针对大家可能不懂 因为这东西如果你不懂 你会觉得说 老师你为什么这样就做出来了 好像感觉有很多地方都是Question 但是我对我们来讲 每个地方都不是Question 可是对你们来讲 好像每个地方都是Question 就奇怪 为什么这都有很多问题 问题问题问题 但是我会觉得这些其实 那最后的话 他为什么会把结果丢回来到这里 其实就是靠这一行 Return Return的意思是返还 返还一个什么东西呢 他会把结果告诉我 最后你可以用Return一个结果到网页 HTTP指的是一个通讯协定 这应该没问题 就是像这个网址上面 就是透过HTTP传递 有点像打电话一定要4G 所以最近不是4G 都已经499之乱 4G是打电话跟上网 HTTP就是连上网页的一个协定 Respond就是丢一个东西出来 Respond Request是接收 所以其实在网页的世界里面 那个互动一定是Request是接收 所以这边有个Request Respond是丢 所以他就是弄了一个物件名称 叫HTTPRespond 丢一个什么东西 有点像是我们那个 Python里面的Printer 不过Printer是Printer到画面 Console里面而已 下面嘛 那这个是Printer到我们的网页里面 所以这一行你会发现 你把它串接完之后丢过来 他看到的结果就OK了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把HTTPRespond 当成是什么呢 有点像是那个 我们上学期那个Printer 的那个相同类似的概念 但是如果你觉得Printer 这个HTTPRespond太简单的话 那后面你可能就是要配合 所谓的那个什么呢 那个什么Templates 就是我们上个学期 上个礼拜也有讲到有关那个 就是再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样板 这个样板Templates里面呢 就是先把那个程式写出来 这个网页写出来 那写出来之后的话呢 我们在网页这边 Edge的HT 那把Open 我用这个文字编辑器好了 这边 那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显示的是H1 就是说你是标题1的话 那就是再套用一个样板 然后呢 样板 并且呢 你V50里面呢 就要增加一个 一个样板的那个传的方式 第二个是H2 这上个礼拜有讲过 就丢一个H2过来 然后UIL 一样要做一个H2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用H2的话 看起来当然相对的会比较大 比如说H2 他做法的话一样丢给H2丢过来 这个时候的话 他会有一些 是错误吗 属性错误 H2 他说没有这个 那应该是网子打桌 看一下应该 如果你看到这个错误的话 就要检查什么 检查那个H2的部分 看一下H2 这边 H2 请问哪里出错 这边 有没有 这边 少了双引号 OK 那个 上个礼拜有同学 有遇到类似的状况 这边一定是一个自串 OK 我少打了那个双引号 好 这样的话 他会出现那个 刚刚这个错误 所以以后 你记得 只要你看到 这个地方的错误的话 那指的就是这边的错误 所以那个 看得懂那个意思 有没有 他这个地方 Return的话 就不是Return一个 Respon HTTP 他Return的话 帮我转换一个网址到什么呢 把刚刚的东西的结果 帮我丢到这个网页 这个网页有没有存在 有 一定会放在这里 那Locos指的是 我目前专案里面的所有相关参数的意思 Locos 那这边的话 如果我改了之后 而且把它Save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这样OK了 有没有 你输入的年龄 60岁是壮年 那这个跟这个 他怎么传递的 你会发现这个按右键 然后把Open with 用那个内建的这个test 它这边就有一个引数 叫Edge In 一个叫Edge Out 那对应的话 就是在Views里面 一样会有一个Edge In 所以我进来的东西 我把它转换 名称我叫Edge In 输出的话 叫Edge Out 他会把这两个 目前在这一个 制定函数里面的两个引数 透过Locos 这个跟这个 他会帮你用Locos 帮你把它 再丢给 这一个网页里面 让他呈现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 到时候在网页里面的话 有没有 会有一个Edge In Edge Out 那你可以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 把它丢过来 Edge In Edge Out 实际上是利用了 这边有一个Locos 把这两个 丢给他 他就可以显示出来了 OK 大概逻辑是这样 如果细部的话 我是建议还是要整个 把他软过 而且这东西其实说真的 看起来不多 但是可能你要把它做 可能光 上课可能上三个小时 回去可能至少 我看你三个小时 他要看功力 如果你功力不好 可能软个 两个三个小时 都被软出来 而且程式上面都有 反正你如果 按着我的方式做 没有做不出来 只是说你做的 有没有完全正确 细节太多了 随便一个 我发现你们怎么样 一下Type L 然后一下什么 Attribute L 什么一堆的L 那你就是直接 见招拆招 以后如果说 你可以达到 怎么写都对的话 其实就可以很快 把你要的一个 网站给架设起来了 OK 那请各位 一样把上礼拜这些重点 稍微看一下 另外待会我们 就是要再加上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呢 把刚刚提到的 这个两个 我们刚刚只有年龄一个 如果有两个 怎么做 像BMI 身高体重 或者这边是 A加B等于结果 A加B 那我要怎么把 A加B的参数拿到 那也许我们也可以 直接在这边做 那当然做法 一定是先B5 在那个UI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上个礼拜的东西 那见的方法 反正你就一定要 我们是从上个礼拜的 那个专案开始 就是再延伸 所以每一周 每一周实际上都有延续性 所以建议 如果你哪一周的部分 比较弱 还是建议回去 把那一周的部分 再加强一下 像前面那个 Template 样板 我们也花了蛮多时间 当然我们这一题 是没有再加图 前面有加上一些图 所以如果你希望 不同年龄 看到不同的图的话 也可以自己再加上 因为在家其实 很花时间 但是你可以自己去踹踹看 踹不踹没关系 后面也许我们还有时间 可以再把大部分同学想要做 但是做不出来的东西 再做一个解说 这些都是所有 你要架设网站的基本的概念 因为如果你前面这些东西 不是很OK的话 那后面如果说 还要再加上资料库的话 那会更复杂 现在还没有加资料库 如果你把资料库再加上去的话 那就是等于将来如果说 如果有人操作了 他输入什么人 你可以再加上他的什么 他的像会员系统好了 他的姓名 住址 电话 email信箱 那你输入完之后 当然我们就要接收到 但一定是不止一个引数 会有多个引数 那他如果传送给你的时候 你要怎么把他接收到 并且存在资料库里面 那存完之后呢 可能有多笔的会员资料 你可以把会员资料再调出来 显示在网页上面 你可以再修改或删除等等的 那诸如此类的管理 都是从刚刚提到的 这些东西延伸的 这些东西都会互相有搭配 你如果缺一个步骤 后面要做一个像类似会员系统 那就会有障碍了 所以一个参数量 那另外还有就是表单 因为你要输入 总要需要有一个格子 一个文字栏位让人家填 怎么样让人家填资料 这个也是我们后面一定会讲掉的 就是反正你在目前 网页上面看到的相关的操作动作 其实这个Jungle都办得到 只是要怎么做 我想请各位先把刚刚的部分 先试着做做看 待会我们再接着看有关 传递多个引述 那么多个引述 这种人家填资料 我们再接着看有关 我们再接着看有关